出征冬奥台湾代表团浩浩荡荡 选手加教练团等共134人 19号包机前往日本 却被爆出选手搭经济舱 同行的行政人员却搭乘商务舱 引发公愤 世界球后戴姿影 PO出搭经济舱照片 IG发文流露 怀念商务舱的心情 而几个小时前 戴着镜头挥挥手 戴姿影戴着墨镜口罩 和其他选手们准备搭机 他的父亲透露 会晕机的小袋直到上机后 才得知搭的是经济舱 但就怕节外生枝 戴姿影的爸爸也发声明帮直写 希望这件事情告一段落 请大家把焦点放在比赛上 从这次奥运开始 未来参加国际重要赛事的选手跟教练 都以做商务舱委员者 总统蔡英文上届礼乐奥运前 才保证国家选手往后都能坐商务舱出赛 这项承诺其他官员似乎没在听 因为根据立委王婉瑜提供的商务舱名单 共36名 包含23名教练 6名医师 还有7名队职员 没有一名是选手 因为选手人数众多 所以我们在安排 坐在经济舱前 就以旁边前后左右 没有人的这种方式来分散乘坐 报纸教育部长体育署长一同鞠躬道歉 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致歉 表示对于因为防疫需求改变了做法 却又没事先充分说明 认为不够贴心 格魁苏贞昌更点名教育部必须提出检讨报告 强调要究责 选手出战冬奥为国争光 说好的礼遇不见了 让国人暴躯 三类新闻简红旗 听SN小组台北报道 好 那不只是飞机的仓等 就连戴志颖现在po出了下榻的饭店 这网友一看说也太阳春了吧 比我们平常自己去日本自由行 怎么住的还要来得烂呢 甚至Google发现只有三颗星 一间房间一个晚上大概两千多块钱 那现在引发讨论 不过体育署就赶快澄清说 会订这个饭店是因为2019年早就订了 那时候饭店很难很难订 包括这个饭店只是中继站 离雨球竞赛场是很近的 好 避免增加无谓的移动 所以就住在这样的饭店里面 但很多人说不对 还找出了中国选手 住在大鸡王子的饭店 光是照片一看 感觉起来等级就有差很多 那就有网友就痛批说 那难道我们的官员 在订饭店的时候 用心一点点超前部署一下不行吗 包括这个便当也引发讨论 好 后来发现这个便当 算是吃得还不错啦 原来是驻日代表处 这个谢长廷他们呢 特别帮选手们接风准备的 两张单人床设备 一应俱全 简单装潢相当朴实 这是台湾羽球代表队 迎战东奥下榻的饭店 世界球后代字引发现动报平安 不过网友却歪楼直呼 看起来怎么这么寒酸 照片一出引发论战 包含艺人黄小柔也在脸书贴文 直指这是台湾之光 住宿又不是三天两夜自住旅行 艺人李懿也发文 心疼体育选手没办法被重视 更炮轰中华奥会跟体育署 真的很恶心 有网友把各国选手住宿饭店 拿出来比一比 台湾选手入住评价3.3颗星的 马罗德饭店 中国代表队下榻 坐拥海景四星级大鸡王子饭店 乌干达选手则入住新育酒店 直呼实在差很大 不过其实入住马罗德酒店体育署 早在2019年就已经选定 因为距离比赛场地 只要10分钟车程 是距离场馆最近的饭店 评估最适合选手下榻 冬奥万众瞩目 但是代表台湾出阵的选手们 包机座位变成经济舱 引发国人众怒 如今住宿和餐食曝光 也让民众热烈讨论